新北市政府在平林举办新北好茶活动 吸引国内外游客一起到访 而农业局透过活动推出好茶春饮市集 结合了青农和在地特色的商家 推出了多项好康活动吸引买气 喝好茶还能开心逛市集 让民众一次就满足 新北市政府举行新北好茶活动串联精彩节目表演 而地点就选在百万冠军茶的故乡平林热闹登场 甚至还吸引日本游客共襄盛举 侯友一市长除了亲自颁发特等奖 给荣卧本届年轻茶王蔡志玲 同时也现场体验风茶仪式 将亲手写下的企业签条和茶叶 一起装进了茶罐子里面祈求地方平安 茶春饮市集更结合青农和在地特色商家 推出多项好康的系列活动成功的带动人潮聚集 这个活动就是为了想要促销我们平林的观光 那我们这边最好喝的话就是以包种茶为主 我们一年大概会有办两次的活动 欢迎喜欢喝好茶的人赶快来找茶哦 起办这个茶节活动对我们茶荣来讲 还有我们地方的生态来讲 可以带动很多我们茶叶的发展 而且可以让各个产区各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平林 可以来买我们的包种茶喝我们的包种茶 我喜欢喝茶这家世纪茶坊参加比赛有得奖 我就是买这个茶叶买回去跟同事跟朋友跟家人一起分享 我跟我朋友同样的外形是哪一个 那你配不上去要去拿到什么的时候 我买了很多平林的包种茶 然后毕业里要像一些学生的解架 茶农们栽种出清香甘甜的包种茶 加上今年春季制茶天后家茶叶风味更佳 如果市民朋友错过这次活动 欢迎大家在6月15号一连两天赶快休旧亲朋好友 一起到平林游山玩水喝百万名茶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